亲爱的听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听语焉讲故事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 平原上来了九只狼的故事第二集 田野幽灵 上一集我们说到 狗骗子把从西北抓住的九只狼 当成狼狗卖给马运喜 没想到晚上九只狼居然咬破了铁丝网 逃出了饲养场 向一公里以外的黄花镇方向缓慢的移动 小镇的夜晚十分寂静 狼群在离小镇200米远的田耿边潜伏了下来 镇上偶尔闪亮的灯光 令他们愁愁不前 黄花镇上有一千多户人家 除了机关 学校 居民 就是街边林立的店铺 这里是全镇及其下属乡乡村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虽然比不上大城市的繁华 却是乡村农民向往的地方 尤其是附近的村干部们 有事没事更乐意往镇上跑 除了到镇政府开会办事 就是到餐馆喝酒吃饭 胡家村的胡主任胡大明就是小镇餐馆的常客 这天下午 他到镇上买了两只两种长毛兔 正巧碰上几个乡干部 几个人就有说有笑的来到餐馆喝酒 一直喝到晚上十点多钟 胡大明才醉醺醺的骑上自行车往村里赶 临出餐馆的时候 还特意的给残嘴的老婆烧上了一只烧鸡 出了小镇 胡大明拐上了一条羊肠小道 胡大明酒量不浅 今晚喝了一斤多 人正在心头上 一路上腾云家务般的骑着自行车 嘴里不停的哼着小曲 打着酒隔向前蹬着 蹬着蹬着 忽然他醉眼朦胧的看到前方 闪起了几点悠悠绿光 就像传说中的鬼火 胡大明不信邪 振作起精神 照旧骑着车子 瞪着双眼 直朝前冲了过去 不料一走神 自行车前轱辘 陷进路边一个小坑 他身子一歪 连车带人 摔倒在路边 车把上的烧鸡 甩到路中央 他奶奶的 胡大明翻身坐起 嘴里骂骂咧咧的说道 谁家抗旱挖的坑 干完活也不填上 留在路上害人吗不是 就在他 大公狼蹲在路中央 迟迟没有发出进攻的信号 他还在观望沉思 在大公狼的记忆里 独行的人类遇到狼群 往往会惊慌失措 仓皇逃命 而眼前这个人 却一点也不慌 不怕 似乎表明这里的人类 有对付狼群的法宝 在这种情况下 大公狼为了对同类的安全负责 强岸饥渴难耐的欲望 静静地观察猎物 下一步的动作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就在这时 一阵风吹过 烧鸡的香味传了过来 大公狼终于按耐不住 悄悄地向同类发出第一个信号 几只狼迅速来到胡大明身后 形成包围之势 等待下一个进攻信号 就在这时 胡大明从地上站起身来 一只手拍拍屁股上的尘土 另一只手掏出一只香烟 叼在嘴上 接着摸出打火机 啪地点亮 这突然出现的火光 把大公狼吓了一跳 他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尖利的藏嘴伸向天空 嗷地叫了一声 那意思好像是告诉同伴 要加倍小心 其他狼听到叫声后 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几步 这嗷的一声叫唤 胡大明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几团 黑乎乎的影子包围 四周闪着悠悠的绿光 胡大明浑身一机灵 打了一个冷战 天啊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野地里真的有鬼 就在他吃惊的一刹那 一条黑影从背后猛地窜了上来 这是一条小狼 他实在受不了饥饿的煎熬 提前发动攻击 只听咔嚓一声 胡大明的上衣被扯下一片 当那条小狼再想发动进攻的时候 大公狼温怒地瞪了他一眼 嗷的一声令下 狼群顿时冲向自行车后座上的麻袋 扑倒里面装着两只两种长毛兔 我的妈呀有鬼 胡大明吓傻了 这时酒也醒了 一边喊着一边撒腿就往小镇的方向拼命地跑去 半小时以后 一群打着手电筒的小镇居民 朝粗湿的地点奔来 到了现场只见地上一滩鲜血 两只长毛兔和一只甩在路上的烧鸡 早已没了踪影 有鬼有鬼 胡大明语无伦次 战战兢兢地说着 身子像康塞一样抖个不停 这夜胡大明没敢回家 在大伙的帮助下 他推起自行车 在小镇上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第二天 胡大明遇鬼的消息不禁而走 全镇顿时人心惶惶 待没人赶走夜路 连小镇上一所寄宿中学的学生 晚上也不敢随便溜出学校 到镇外聊天散步了 当消息传到马运席耳朵里时 他吓得扑通一声 从床上滚到地上 他清楚 胡大明遇到的根本不是鬼 而是逃走的狼群 他暗暗惊呼 我的妈呀 这群狼真的现身了 真要闹出人命 我马运席就成了黄花镇的坠人了 怎么办 他想了一个晚上 决定在饲养场四周 射下诱饵 引狼上钩 再用借来的猎枪 消灭狼群 然而 一连三天 狼群始终没有再出现 害得马运席 白搭了好几只兔子 原来 狼群的第一次出击 虽然没能吃饱肚皮 但收获的两只长毛兔和一只烧鸡 却给他们带来一丝 更存的希望 他们白天 隐身在远离村庄 人际罕至的野地里 到了夜里 才在大公狼的带领下 四处觅食 平原上 除了有少量的野兔 实在没什么猎物 九只恶狼 没过几天 就把附近的野兔 消灭殆尽 食物又开始短缺 这时 他们虽然嗅到了麻运血 饲养场 飘来的食物味 但大公狼 却不肯让狼群 朝饲养场 迈动一步 他无法忘记 自己被关在铁丝网里的经历 现在 好不容易逃出了铁丝网 就不能轻易 接近那块是非之地 他认定 那铁丝网的背后 一定还藏着 什么要他们命的阴谋 不过 这里不是茫茫草原 过不了半个月 玉米就成熟了 等农民收获之后 清脆的田野 就会变成光秃秃的平地 别说是九只狼 就是一只野兔 也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到那时 人人喊打 他们的结局 只有一个 死路一条 也深了 大公狼似乎意识到 即将来临的结局 烦躁的 在母狼身边 走来走去 不时冲着天空 凉意似射射的弯月 发出一声声 嗷嗷的豪鸣 好了 今天的第二集 就先分享到这儿 后面的故事 更精彩 如果您 喜欢听我的故事 请点击 评论 转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